公志超解决的是C来自中国的公志超 对来自丹麦的卡米拉 那么公志超呢就是背对镜头的这一方 那么在镜头上方 也就是面对镜头的呢 就是丹麦的卡米拉 人生新闻的中文介绍 还是张静武和苏东 为各位带来 这两位新闻可以说是 观众们应该是非常熟悉 丹麦的这个卡米拉 别这么说是 当今这个欧洲这个女子拳手 这个代表人物 那么她的成绩也是 也就是非常的出色 那么几乎中国队的这些 这个旅球员呢 是多少都摘过她的手架 所以说是 想到这位球员是 中国的这个争夺 这个奥运会的女子 女子冠军的一个大的 最大的障碍吧 所以说 这位球员她的这个 整个的技术特点呢 非常的突出 就她个人这个 本身的这个 能力相当的强 而且她的这个 心理的数字的这个 也非常的控制的 非常的好 那么可以看到这位球员 她是很少放弃 每次的都跟你这个拼到底 对 对 那么对于这位选手来讲呢 确实她的 非常具有男子的一些选手的特点 对 没错 她的打球这个很 不像一些女孩子 这个场地的这个 起步这个波动比较大 对 她是非常的 是严谨 我们来讲 她打球非常严谨 她基本上每次的比赛 是有多少的能力的 她就基本的发挥 虽然说是而且她打球可以看到 她对自己的本身的要求 是相当的高 有的时候打不好了 是时常会跟自己生气 这个就是很多 就是很特别的一位球员 所以说她能够取得 今天的这个成绩的 是跟她不断的 这个努力 跟这个自我的要求的 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中国的这位球员 这个龚四超了 应该说是在近两年的来 来讲的是 整个的这个成绩是 相当的出色 就像说是 今年来的是 稍微 不太不太好 不过了整体的实力 大家可以是有目共睹 那么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个是聘定足 另外就是 这个技术呢 是相当的全远 不过这位球员也是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技术是 缺少了一个这个杀伤力 也就是说 她的这个进攻 这个威力 并不太大 这位选手 这个龚四超呢 这位选手呢 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在世界语团 刚刚展露头角的时候呢 许多人呢 对她 她也并不是相当的看好 对对对 那么一个呢 当然现金的羽毛球呢 像卡米拉的这种 力量和速度的 这种优势 以及像中国的 另外一位选手 这个 叶高颖 这种身高的优势 那么还有反应的优势 那么攻击中央呢 好像这两种优势 都不是很明显 对对对 但是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赛 就发现这位选手呢 一个确实啊 就像你说的 非常顽强 对吧 她也是 她不到最后一分 不太放弃 而且呢 对方也 不是非常容易 把这个龚智超呢 能够轻易的打死 那么这样反而呢 使得对手 经常在龚智超的 严密的防守之下呢 自己出现失误 对没错 那么也 也可以这么说 是中国队在 这个女队方面呢 她是 打法呢 是对人家是比 不太一样的 一位球员 因为中国女队的 这个大部分的 这个女子球员 这个打法都是 一个是身材高大 另外都是处于进攻的 进攻型的打法比较多 而且是 中国说的这个 基本技术是扎实的 而这位球员呢 她的打法就是 正好是相反 她的整个打法是 以这个拉调为主 以这个 这个球路的变化 比较多 那么是 基本上是 除非这种 以防转攻的一种 打法 这个对 部队来讲的 就是显得 这位球员们 跟这个 其他的这个叶躁 应该还有这个 球员的打法 都完全不一样 特别 五 万 现在 一招也 对不起 这是公志昭和这个 卡米拉呢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看见中国的这个 公志昭呢 是比较轻松的 一无比 那在这边 掀着卡米拉 看好球 看到 公志昭 刚才是 突然间的这个 头顶区的是 一个假动作 掉支线 公志昭 这位球员 这个打球的 就是 实际上会让人家看到 就是说 会 会替他这个 加油 就是说 很多球 看过去已经死了 不过他 也由于他的这个 他的步伐 是相当的 这个敏捷 而且呢是 很多球呢 是他 本身的意志 也是非常的 这个顽强 这个很多 该死的球 都给他救起来 这种选手呢 确实是 白色的球感呢 非常好 对 现在公志昭 7比1 要要领先于卡米拉 卡米拉的 反手回球 球出界 对 我就可以看到 公志昭 今天对卡米拉的 第一局是 打的 比分呢 上呢 现在是大大的领先 而且是 战术是 采用的是 比较成功 不方不蛮呢 是跟对方是 这个 节奏感比较强的 一个打法 而且呢 利用了自己的 这个 对角线呢 完全是 破坏了 这个卡米拉的 这个节奏 看到 因为卡米拉是 手脚比较长 而且 拉动能力 比较快的 一个球员 那么 公志昭 现在是 比较多的 就是采用 这个对角线 破坏对方 那对方 打的并不是 非常的顺 那么实际上 我们刚才 也说了 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呢 一共分为了 ABCD 四个组 那么每个组呢 有三名选手 呃 这是 C组的 一场比赛 那么 公志昭是 这一组 唯一的 一个中国选手 在A组呢 有中国的 另外一位高手 就是戴军 而在B组呢 有叶招颖张宁 两个人 一共就 一个个三者 所以这些 估计呢 战胜 这个韩国的 金志玄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在B组呢 有中国的 另外两位选手 龚雷娜和周密 所以呢 一共有 六位选手 那么这12位的 现在世界女单高手呢 中国就占了六位 所以对于 中国的女选手来讲 这个夺冠军的 希望很高 那么在 南单的选手中呢 中国的孙俊 也是 呼称比较高的 一位选手 但是南单明显的 那么这个 集团军呢 就不如 这个中国女单的 这么集团军有力 对 因为可以这么讲 是 中国队在 整个的这个 女单方面呢 是明显的 这个 占有这个优势 那么 主要的对手就是 其实就是 丹麦的这位 卡米娜 对 这是可以这么说 女单中国最大的 这个对手 极大的 像日本的选手 印尼的选手 韩国的选手呢 相对来讲呢 对中国队的 这个 这个威胁呢 就没有这么大 而且 整体上 这个实力的中国是 应该来讲 是要超过他们一些 对 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呢 现在 卡米娜连续的得分 现在场上比分 三比九 还是卡米娜落后 卡米娜这次的防守 非常不错在后场 本手就送到了后场 这个公知超 相当聪明 那么你一直打后场 我就突然把你叫到前场来 对 这样呢 是有一个假动作的调往前 公知超 再次把球权拿了回来 九比三 开始把球呢 划到了后场 好球是 利用自己的这个假动作 正所 去的是 压住了这个 卡米娜的反拍 卡米娜自己出去失误 那么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橘末点了 两个后场 的奇料呢 其实对于 公知超来讲呢 这是他一般来讲 取胜的两个点 对 这个球是出现失误 然后这个球就是 自己无畏的失误 看到卡米娜是又开始自言自语 对 10比3 现在 应该讲对于公知超来讲的一个 打入击火 好漂亮 这个球呢 这个假动作做太平真了 实际上这种高度的往前球 如果公知超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话 他可以扑杀过去 对 还是比较后场 卡米娜现在3比10 落后期 这个球比较幸运 对 这么讲 刚才这个球的这个变现呢 也的确是非常的好 还好这个卡米娜是及时的和这个位置补上 看到可以说是有些运气吧 是滚往而过 他也向这个公知超 去做一个手势 但是这个球它不是 其实不是有益的 对 也没有人有办法能够有益 对 这是一个运气 这球呢 是公知超再往前一次扑球 但被对方的 等了一个正招 5比10 现在已经追了回来了2分 公知超要把握住 公知超 我记得好像在以前的公知超 就是在比赛中呢 有过这样的现象 打对方领先 后来被对方追上 并且输了 可以这么讲 这个就是在公知超的这个 他的这个打法上面呢 是有一点点的缺点 对 他这个打法的区别 就是必须要靠这个 整场的这个控制 那个一直控制着对方 那么你要想说是 跟人家争抢一两分的话呢 那么他就比较吃亏 原因就是在 他的这个杀杀力不够强 对 他觉得他整个的战术 在这方面的战术 是比较薄弱 也是 要往前公知超 突然一个正手把球送到后场 公知超还是 立得向后场送球 高球 突然的放一个往前 但康米拉好像 对这种战术呢 已经有所适应 对 看到康米拉现在 挺各的这个 输入的节奏呢 是已经跟了 相当的顺 啊 这是 公知超是判断了出现的 失误 而且这个失误好像还比较大 对 6比4 看来这个 康米拉这一段是 稳住了这个正脚 对 掌握住了 掌握住了 场上的这些 节奏 但公知超确实 非常顽强 这种球啊 实际上难度很大 可以感受这种 斜线的小球 掉得非常漂亮 对 这个球是可惜的 对 可以这么讲 这个球的这个 难度呢 并不算太大 完全是自己这个 手上这个 没有能够控制好 对 康米拉又丢掉了 发球权 看看这一次公知超 能不能抓住机会 10比6 送货场 转掉往前 公知超确实 很少是打力的 这个扣杀 对 还是往后上掉 好漂亮 哎呀 这是卡米拉 应该在往前发力了 让公知超 把这球掉了回来 双方是 现在必须是 通过这个多拍 看到这个卡米拉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公知超这个 回球的时候呢 是 半场 卡米拉 即时的这个 你看他个子高大 这个一伸手的这个 突然那个压下来 而且这个看到 球是沿着个线的边 下去 公知到 这个球是没有能够 把他救回来 非常可惜 一次很好的这个 局点的这个机会的 错过 这球呢是被判出了边 底线 这已经多次拿到了 徐某点 但是公知超一直把握不住 看看这次能不能把握住 还是高球送后场 好 这直接的揭发球失误 这次失误实在有点不太应该 这样公知超呢 11比6 在第一局击败了卡米拉 和LG Electronics Digital E-Dog 暂时播出 接不住来 公知超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呢 11比6 击败了来自丹麦的女单高手 卡米拉 现在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比赛 那么面向镜头的就是在镜头上方的呢 来自中国的选手控制超 那么卡米拉背对镜头 也就是在镜在这个屏幕的下方 这位就是卡米拉 两个人呢 穿的衣服都打通小意 从这个第一局的比赛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双方在开局的时候是控制超 打的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大比分的这个领性 可以看到卡米拉的这个 在后半局的是 已经适应了这个公知超的这个打法 而且节奏也跟上之后呢 差一点 可以这么讲说是 这个如果要不是比分呢 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呢 卡米拉是完全有机会 这个把这个比分追回来的 不过呢 可以看到公知超最后是 最后一个球呢 完全是因为卡米拉的这个失误 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比分丢了 对 那么可以这么说是 公知超现一一局 不过第二局看来 这个情形呢 是已经有所改变了 并不是像第一局的话呢 这个公知超打得那么顺手 那现在是2比0 还是公知超的是稍微领先 那么对公知超 他必须呢 看来他的特点呢 就是一开始呢 应该把这个优势撞住 对 多大比分 到后来快结束的时候呢 对方继续追几分呢 自己还有 有一样的底子 对 否则的话 如果一直是咬着交替上身的话 像和卡米拉这样的选手 真的到最后一两分呢 他并不占优势 好球 是直接调高 送后场 除了第一线这个球是 其实可以这么讲 这个 这个球的往前呢 卡米拉是错的 非常漂亮 而且球 一个是除了这个球的旋转之后 它是非常的 靠近这个网 所以说 那 公知到如果稍微 这个球稍微低一点的话呢 根本就球会 没有可能把这个球打起来 就是根本就有可能 把这个球直接打到那个网了 对 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球 对 直上直下的 one three 现在 卡米拉呢 夺回一分 一比三 他这球还是掉到后场 实际上这种 卡米拉呢 面对公知招呢 他掉到后场 好像并不是非常高兴 因为公知招 很少有跳起来 打开扣纱的 对 样子 那么像根本制造这种球员打比赛过程中呢 就是 本身呢 你要 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耐性 不要想 因为他的这个 救球的能力呢 相当强 所以你必须 要这个 忍住这个 性 然后跟他 多拍 对 从这个第二局的情况看到卡米拉这些是在这一点上 基本上是算是做到了 三比三 掉得有点 好 这球是 我们也感觉好像已经要出边线了 这球呢是好像绕了一圈 这样把球呢 落在了街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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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加迈的哈米拉呢 还是和对方在斗网间就 是挑后长 4比3 哈米拉但是领先对手 他站在半场附近啊 把这球呢是控制的非常好 对看到这个球是连续的这个 多拍控制这个工资招的底线之后呢 是一个底线一个这个叫 那个花板掉球 看到这个球是突然的一个花板 把这个球掉了 而且掉了很靠近这个网 很难救 马丁卡米拉 9比3 但是领先的控制招 但是这次回球呢 球出界 3比5 看来他对裁冠的犯法呢 有意义 这个球是想来一个假动作 结果是自己失误了 看来到了这个这个情况呢 工资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球呢 能够自己卡米拉举死地了 的确看这个东西是不多 完全是要靠这个多拍的这个拉动 而且要想办法让卡米拉的这个 自己的失误 要想办法弄他这个生气 那么看看控制招有没有这种招数 下一次 再走去 我们想起码 不过失误了 中国女单选手呢 现在是占据着整个世界 女单排名的前三名 叶昭尹 戴运和工资超 确实这三名拳手呢 都是在奥运会上呢 能够有所作为的拳手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 那就是卡米拉 好 这球是 哎呀 这球控制超呢 刚才是 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 批杀呢 好像都给人比较软弱的一个感觉 这个球是 打了两拍之后呢 完全突然加力打了两拍之后呢 是 这个卡米拉是自己出现失误 对 这种球啊 实在可能也让卡米拉呢 一时半会啊 他没有办法适应 对 这种球不软不硬 应该来讲如果是进攻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呢 就可能就直接打死 对 一拍可能就会敲死 对 卡米拉还是和对方呢 干脆打这种多拍 打来回 漂亮 实际上 像卡米拉呢 他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他不应该和对方打这种拉锯仗 对 加快速度 加大力量 因为在第一局11比6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呢 这个大比分 0比3落后又把比分 比分追为3比3平之后呢 卡米拉还领先对手 但现在呢 攻击超又把比分超出 所以对于这个 卡米拉来讲呢 他现在需要的是战略上的变化 即是一点 像加快进攻的速度 加快进攻的力量 那么只有这样呢 可能才会改变场上的局面 对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卡米拉 刚才这个回球呢 是高了 相当的高 不过呢 这个来讲对 风资超来讲 是先载难分的机会的 对 突然 在这 自己出现失误 可能这个 这两个的球呢 应该对卡米拉的这个 情绪的有一定的影响 对 风资超能不能抓住 这样子的机会 哎呀 非常可惜 投顶去的一个 这个体肢 一个是 动作 完成了 并不太好 另外一个 球的过来 这个感觉的 速度上的感觉 也不太对 所以说 这明显的失误大 就向后上发 还是卡米拉发球 也是掉往前 勾对脚 总之只要再一次发球 向后上掉 总之只要再一次发球 再往前 哎呀 这球是 发力呢 是发出来了 但把这球呢 打在了 网上 这球离网太近了 这个球看到 是 其实是碰到网而过 这个球 对 他们拿这个 手上的感觉 是相当的 相当的好 两张签子 出界了 对 7比7 这对于卡米拉来讲呢 是不错的一个 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咬住的话 对于 呃 卡米拉来讲呢 他的机会 可能应该大一些 对 那现在 往之间呢 孟智昌 又把这个 发球拳 抢了回来 但公智昌呢 确实这场比赛 发挥是 发挥得非常好 虽然说 他的扣纱 并不是很多 但确实是 发挥得不错 哦 就看到 这个球是 压过了 这个公智昌 并且公智昌 往拍出球 质量不太好的 情况下的 一个突然 那个对脚线的 这个一个 扣纱 对 公智昌这种 角度的感觉 非常好 对 如果公智 这个扣纱 就是看到 这个 唯一的 看到打球的 唯一的 就是遗憾的 就是 很多有些机会的 这个 这个 风下去的 这个 这个威力 真的是 太单薄了 对 我们刚才 从镜头上 也可以看 就是这个卡米拉 的男朋友 呃 是站在他的后 哦 漂亮 这个夹动作 做的简直太比真了 对 这个夹动作 做的是 太漂亮 这个 时间的这个 差的 使这个卡米拉 完全的这个 重心的失去了 虽然说自己的球的 质量不太好 不过他 把这个时间的 是给变化了 对 好 就在线上 这个球是 判断出现失误 9比7了 这样 卡米拉 卡米拉呢 是必须振着精神了 不要忘了 这女弹 是打11分 所以对卡米拉来讲呢 再丢一分的话 就麻烦了 就非常危险 对 工智超 哪支是平推平打 一直往女的后掌打 对 好漂亮 就漂亮 这个球是 完全是凭感觉 把球掉过往 对 看到工智超 这个球已经是 尽力了 看到它已经是 整个的位置 脚步跨出去 对了 非常 三差一点 这个 女猫球的选手 都要求这个 腿部的韧带 是非常非常好 对 我好像 像女队的球员 基本上 都会做 那个批擦 对 最明显的就是 印尼的选手 王林香 对对对 在场上经常 是做的 比较漂亮 我们客观的讲 是做的有点 夸张了 对 不过 这个他的这个 能力的也的确是 令人这个佩服 对 这个 时常有时候 十字交叉之后 批擦之后 还能够起来救球 这的确是一种 我们说啊 在武术上 就是内功了 对对对 内功 可以说是 这个内功深厚吧 对 我们知道 和这个 马米拉呢 回合 他就反手挑 到了后掌 哎呀 是 所以在这种观念的时候呢 应该来讲呢 是 塔米拉的这个 突然的起板的威胁 会比这个 公志招突然起板的威胁 要大一些 看看公志招 能不能顶得住 对吧 现在 对 我对 嘍 的 米拉 郭志超来讲 拿下了第一个 拿到第一个赛报连 如果再拿一分的话 那么咱们买的高手发明了 就要败在郭志超的手下 这就是砸在了边线 后来是落在了这个街外 对 看来康米娜虽然说是比分落后 不过她还是非常的沉着 落在线上 这球高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直线的高球 直接打在对方的线 郭志超第二个线路点 看看能不能拿到 发球还是送到后场 范米娜 哦呦 切发球失误 将范米娜 终于是败在了郭志超的手下 郭志超以11比6和11比7 战胜了来自丹麦的高手 范米娜 чер伯 纽于 CF